喂,扮什麼文青啊?你也不懂看 而且扮也不在這裡扮,這裡是高武記丁 喂,喂,喂,喂 東京文青不是附近這些地方的 這本書給我吧 去文青結界有一張車票很重要的 叫做三角車票,400日圓而已 一天任搭的這張三角車票 就可以帶你去到東京文青結界 即是哪裡呢? 由涉谷開始可以坐東橫線到自由之歐 還有大井丁線去魚子玉村 還有田園都市線回去涉谷 這個三角形裡面 全部都是現在東京文青會去的地方 一張票包你一天任搭 跟我開始,這是東京文青結界之旅 由涉谷出發,乘四分鐘車 便到三軒茶屋 在村上春樹的筆下 三軒茶屋是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入口 而我就覺得 這裡尼硬著一股獨有的文化氣息 是進入文青結界的入口 其實這裡有很多特色咖啡 不過我們今天不是來喝咖啡 而是來喝茶的 作為一個文青 Hand drip咖啡你應該試得多了 Hand drip日本茶沒試過 這裡獨創的 這裡有個煎茶兩種的Tea tasting 再加上茶果子給你 這裡有八款不同產地 不同品種日本茶 茶藝師說 平時用茶壺沖茶 倒茶的時候 就會將沉在底的苦澀味 都倒入茶裡 但是用滴漏方式沖茶 茶味就會清得多 這樣就可以品嘗到茶 最純粹的味道了 我先試這個 先試一下 香盡 現在喝第一泡是淡味很多的 但真的香很多 先試這個 真的有分別的 兩款茶 你別以為覺得顏色差不多 但是這個結味比較少 而這個結味是多一點的 但其實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樣第一泡是酸淡的 不是我們平時用茶壺沖出來的日本茶 喝到那種很快便覺得茶很濃 而且有很多茶澀味 我暫時喝到這兩杯都不算很澀 第二泡是用80度的水溫 沖10秒左右就可以了 你看看那個茶的顏色 明明是同一種茶葉 但是沖出來的顏色已經不一樣了 這個你開始慢慢感覺到 跟之前那杯是不一樣的 剛才我第一杯喝到它是甜的 茶的甜味很重 這杯已經沒有了第一杯的感覺 你完全想像不到 原來是用同一款茶葉沖出來的 這裡連吃的果子也有分次序 當你喝到第二杯的時候 吃這個茶果子就剛剛好 這粒茶果子也有神奇的作用 你吃完茶果子之後 再去喝第二泡的茶 味道出來又不一樣 是的 真的不同了 再喝酒的時候 這杯茶滑了很多 第三泡就是在你試了這兩款茶葉裡面 你選一款你喜歡的茶葉 然後它就會加些玄米下去 再沖第三泡給你試 我們在香港喝茶也是 你越沖得久 那茶就會越激 所以這一泡你加了一些玄米下去 它就會綜合結味 沒有激味 很香玄米味 其實這樣很划算 來到這裡試一試個Tea tasting 喝了六款茶 回到去還可以跟別人說 我分得了六種 文青是需要有點內涵的 我們就由中木黑車站出發 繼續展開文青三角旅程 這區人流不算密集 不過就吸引到不少創意藝術小店店 今天我就去一間充滿懷舊味的店 裡面賣的 除了有現在日本年輕人 新興的復古玩意之外 還有很多七八十後 音樂迷的集體回憶 帶你來這一間簡直是結界中的結界 這間店我幾年前發現它 我叫它做音樂時空結界 為什麼呢?你看這裡 全部都是劇設帶 這間店是所有東京喜歡劇設帶的人 一定會來朝聖的地方 因為你只要看這邊 那邊的桌子 這裡有六千多的劇設帶 有Vintage的也有 新出的也有 在這裡有牌裡尋寶 卡式帶文化在七十年代興起 靠詞帶錄製音樂 首則溫文聽歌 曾經是朝人象徵 不過隨著CD崛起 卡式帶在九十年代 急速被淘汰 但近年又因為美日復古朝重新興起 認為音質比現在數碼更加有味道 這兩張桌子全部都是新出的 怎樣新出呢? 你看這些 1970、71年出的黑膠碟 但現在它推出劇設帶版本 讓你重溫70年代的穩味 還有這邊 這個也很棒 淺野忠信 演戲很厲害 但其實它本身是一個音樂人 這一盒劇設帶就是它2017年的作品 但它是很厲害的 因為它只推出劇設帶版本 它是沒有CD版 你上網聽不到 總之你想聽就聽劇設帶 這些就叫型 不過你不要以為這樣這麼型 價錢是不是一樣都很型 其實這些新的劇設帶 通常都是千多二千日圓左右 這些Vintage其實都是二千多日圓左右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興趣的話 你不用擔心會破產的 你玩得起的 其實我覺得這間店最棒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你選了一些劇設帶之後 你可以過來這邊試聽 喜歡才給錢買的 沒什麼事 這個一定是老闆寫的 老闆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看看你先錄了些甚麼給我聽 OK 他跟我說新年快樂 好,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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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はどうですか店は 順調にやってますね 海外からもいっぱいお客さん来てくれて いいですよね でもずっと新しいカセットプレイヤーを探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どんな方が見つけないですね それがちょっと問題なんですよね 今うちの店は古い70年代とか80年代のカセットプレイヤーを リペアして販売してるんですけど もっと新製品で手軽な価格で手に入るカセットプレイヤーが出てくると カセットテープがもっともっと聴きやすい環境ができてく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 そこの辺も頑張ってね これ今一番気に入ってるカセットテープ よかったら聴いてください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 店長推介肯定好耶 試聽一下先 其實我覺得做文青 不是你覺得現在這些東西是文青Hit的你就去做的 其實你真的要認識了和了解了一件事 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歡才決定 就像是大暗 他可能是一時的潮流 過了幾年後他未必會再Hit 但如果你真的喜歡這件事的話 他就算不再Hit也好 你也會繼續追隨他 我覺得這件事其實才是做文青應該要有的態度 這裡就是文青結界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句點 自由之憂 你一聽到這四個字 女生的眼睛全都會發光 因為這裡有名吃甜品 你要Cake、Crape、美味的 或者只是打卡漂亮的都有 所以我就打算不要浪費一張票 無論如何都搭過來 先享受甜品 自由之憂本身就是住宅區 不過隨著有很多甜品店在這裡開業 慢慢就成為了一個年輕人的圖點 我就選了去一間法國朱古力餐廳 用舌尖享受不同產地和品種的朱古力 Bean to bar 其實在吃朱古力全世界都說了一件事 就叫做Bean to bar 日本人當然都會跟著這個潮流試試Bean to bar 甚麼是Bean to bar 很簡單 就是由一粒可可豆、简豆、烘焙、磨豆 製成朱古力 它是全部自家製的一手包辦 而且現在我們吃朱古力 已經不再只說黑朱古力、牛奶朱古力 或者不同的percentage 還會說不同產地的可可豆 製成的朱古力有甚麼不同 這間咖啡店 這裡有一個叫活動隔壁的空間 有不同產地可可豆製成的朱古力 讓你了解一下甚麼為止 哪一套吧 那邊就讓你逐少逐少試吃 但這間咖啡店來的 像我這樣悠悠閒閒坐在這裏 像日本人那樣叫一個 Tabe Kura Be 十款不同產地的朱古力 一塊塊放在這裏 讓你逐件逐件試試它 所以來這裏不是來吃朱古力 我們是來品嘗朱古力 試試這個 這個是委內瑞拉來的 它是大型的味道 是有點苦 其實我覺得朱古力這些東西 真是百貨買百客 例如我們這些年輕人 我想我隔多幾年會開始喜歡黑朱古力 但現在還是喜歡甜點的 這個第十款 不是的 我吃完之後我發現我喜歡苦味 重點的 這裏真是朱古力 這個真的適合小朋友吃 原來我已經長大了 而且這裏真的很棒 因為它其中一個很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告訴你 吃朱古力 都可以是一件很有格調和品味的事 我們一喝咖啡 就會追求這個地方的咖啡豆 衝出來的咖啡 朱古力現在都要做這件事 下次來你一定會找到你自己喜歡的味道 其實我最想試的是這個 這個真真正正是大人的味道 這個菜單它才給你不同產地的可可豆 我會選擇了十出產的朱古力 例如這個我選擇了 委內瑞拉尼100%可可豆 製作出來的朱古力 Mousse 選擇了Mousse之後 這裏有幾款不同的酒 是讓你配上這個Mousse去吃的 將不同的酒 加到朱古力的Mousse 試試它出來的Cross Over 這是日本酒 這只是試味的 哇 挺好吃的 我覺得最特別的都是日本酒 這個這麼獨特的Cross Over 真的在日本才試得到 來吧 我決定是你 你們好好地融合在一起 然後讓我慢慢品嘗 哇 是這種味道 一件好的炸雞 必須具備的外脆內軟 在這塊雞肉上完美地演繹出來 吞完雞肉之後 味道仍然在口腔裡營搖 令人按耐不住 內心的跪動 我想吃多一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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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です